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糖尿病 肾病 中风 可能都跟肥胖有关系 很不幸的是台湾的肥胖 在亚洲盛行率是第一名 如果过度肥胖 到底有什么方式 可以好好的减重呢 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来 好好探讨这个话题 今年51岁的陈泰岳 是一位高中老师 目前身高165公分 体重78公斤 标准身材让人很难想象 两年多前 他的体重超过100公斤 工作中常常因为工作的压力 会暴饮暴食 这一餐误餐之后 下一餐可能吃得比 两餐还要多 那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那个 没有再经过 没有运动的情况下 很容易体重就直线上升了 现在我的腰尾是36腰 你可以想象我以前 36腰的样子吗 来 穿给你看 那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要站着上课 那常常是往往一天站个六节课下来 我会觉得整个膝盖会非常痛 因为整个支撑的重量会都在脚上面 再来就是爬楼梯 爬楼梯的话会很容易喘 我以前这样100公斤的时候 这样跑的时候会喘 可能会走个半届楼梯 就要开始休息一下 感觉好像背了一个15公斤的小孩在身上 膝盖的承受力也非常的大 刚刚那种小跑步那是减重之后 才有办法享受这种跑步的快乐 后来因为身体不适 到花莲慈禁医院检查 发觉我有严重的脂肪肝 然后呼吸中止症 然后高血脂 然后再来就是糖尿病的初期 有四个最主要的病症 另外他还因为睡觉憨声过大 检查出罹患严重呼吸中止症 晚上睡觉必须要带着单向供养呼吸器 我最胖的时候 我的呼吸中止在一个小时间中断 大概85到90次左右 肥胖的那些日子 健康警讯一项项提醒着他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三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第一位是花莲慈禁医学中心 减重手术的专家 吴博刚医师 吴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中医部的 林经纬医师 林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营养师林云珊 云珊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了影片里面 陈先生减肥似乎是非常的成功 那我要先请教吴医师 在你临床上面 就是你看到这些过胖的病人 最常发生的这些身体的疾病有哪些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跟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其次就是像退化性关节炎 尤其是发生在膝盖 或者是有一些病人有这个痛风 还有这个女生的话可能发生多囊性软炮 甚至导致服孕症 我听说这个好像这个肥胖跟糖尿病特别有关系 而且是年轻型的糖尿病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卡 就是说肥胖的病人 他因为这个有一些荷尔蒙的改变 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胰岛素抗性 所以胰岛素抗性就是他身体的组织 对胰岛素变得比较不敏感 那接下来就会产生这种代谢症候群或是糖尿病 在医学上把这种肥胖型的糖尿病叫做糖胖 那这个糖胖症它造成的这种糖尿病 一般来讲它是不是就要开始吃药 或者是用什么胰岛素其他来控制 其实糖尿病的第一线治疗 是药物跟生活习惯的改变 这个是属于传统的治疗方式 那目前我们手术治疗的比较是属于严重型 就是没有办法借由这些方式控制体重或血糖的病人 那在中医来看 肥胖造成这个临床上面 中医的理论上面它的影响是什么 那当然因为其实肥胖的话 主要就跟代谢有关 那以中医的阵型来看 主要就是跟气血的循环代谢有关系 那因为的话我们中医认为就是 像一些五脏六腑一些代谢 基本上要非常的稳定 这样我们的话我们的身形 我们的体重的体力 才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说肥胖的人呢 不管是水分的代谢 或是脂肪的代谢 或是其他的一些气血代谢 其实都是有一些偏差 而导致身形会很容易肥胖 那这个中医的这个 怎么看糖尿病这件事情 那因为糖尿病的话 如果说以症状来看 可以呼应我们一些中医的骨疾 就是吃得多 喝得多 还有尿得多 那基本上喝得多的话呢 就是还有尿得多 就是我们讲的消可病 那消可病的话 主要就是跟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些功能 有的比较抗静 那有的是比较退化 然后导致了一些状况产生 那中医如果说 今天一个很胖的人来到你的门诊 你要帮他减肥的话 他说我想用中医的方式 能不能让我减肥 降低食欲 那你有什么办法 那我们大概就会询问 比如说病人的饮食状况 有的病人的话 如果说他吃的口味比较重 比较咸 或者是他有一些大便的问题 排便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水分代谢小便 其实问题导致了水肿 那我们就会根据病人的体质状况 来做一个调理 他如果说我想降低食欲呢 降低食欲的话 基本上可能跟我们中医的一些脏腑 像皮 胃 就消化系统有关 那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 像医治食欲的中药 或者是用一些针灸的方式 来加强一些这种代谢的问题 那针灸有什么穴道可以使用呢 OK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针灸的话 基本上还是以局部的处理为主啦 那大部分人比较注重的话就是 像脸部的这种 这种 比如说有人想要瘦脸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下巴脸颊的下关穴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想要瘦肚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天疏穴 肚脐旁边大概三公分 那另外呢 如果说有人想要瘦腿的话 比如说小腿的话 我们就可以瘦这个 用这个足三里穴 来做一个搭配 那个是你来帮病人针灸嘛 对对对 那如果他自己在家里 有什么地方可以按摩吗 基本上的话就是也会看啦 如果说病人 他有一些排便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寻求一些 跟排便有关的一些穴道 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大肠筋 就是颌骨穴 颌骨 对 另外的话还有 刚才提到一些肚子的穴道 因为肚子的穴道 基本上局部按摩的话 可以让肚脐动会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肚脐旁边吗 对 肚脐旁边大概 肚脐大概三公分 旁边三公分 我们叫天疏穴 对 或者是你也可以 顺时钟来做一个按摩 那因为顺时钟的话 我们肚子周围有很多穴道 对于肠乳洞啦 还有一些皮下的脂肪啦 还有一些水分代谢 都有不错的效果 是 好 那耳朵呢 我看你那边还放个耳朵 对 那因为的话 耳朵的话 如果说有些人 他觉得压力比较大 想要吃东西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深门穴 来安定情绪 然后如果说病人 很想吃东西的话 我们就请他多按压这些穴道 这样会有一些抑制食欲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是 好 这个中医跟我们 讲了很多这个按摩的方式 其实还不错 不过 如果光按摩 还是拼命吃 效果也是不好 所以我要请问这个云山 一般来说肥胖的人 到底是因为吃东西的关系 吃太多 还是说吃的不对 还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种关系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热量 如果你吃的超过你所需要的 那就是会造成肥胖 那我们这个是公式来算 我们一天男生跟女生 所需要的热量的算法 那一般简单来说的话 大概是你的体重 乘以30是你一天所需要的热量 所以如果正常人60公斤 乘以30就是一天需要 1800大卡的热量 1800大卡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每天大概吃多少东西 如果你是1800大卡 那你想要减重的话 那我们建议你一天的热量 是不要摄取超过1800大卡 是你一天可以维持你体重的热量 那如果想减重的话 就建议大概要吃1500大卡左右 就可以来减重了 1500大卡 那要怎么吃呢 1500大卡我们这边有一个 六大饮食的分配表 那在奶类的部分的话 一天就是一杯 大概是240cc左右 那主食的部分呢 就是一天9份 那表示一餐是3份 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个碗呢 饭大概一天 一餐大概是8分满左右 8分满三碗 对就是一餐大概8分满 这样子三碗 一餐三碗没有啦 没有一天三碗 然后蛋白质的部分呢 那大概就是5份 就是一份的量呢 大概是豆腐 这样子是一份 所以一餐的话 大概就是2块左右 蛋白质的部分 那蔬菜的部分呢 一天要到3份 等于一餐要到1份 那蔬菜的话 如果是烫手 相当于这个一个碗 满满的一碗的蔬菜 这样算一份 对 所以一天大概要3碗 对一天要3碗 那水果的部分的话 一天是2份 那1份的大小 大概就是拳头的大小 比如说是一个苹果 一个橘子 是算1份 所以一天大概是2颗水果的量 那油脂的部分 一天是5份 那我们一般烹调的 会用到油 所以差不多 一天的量就是5份左右 那作为一个营养师 你看到许多的人 过度肥胖 他说我已经吃东西 都很注意了 但是呢 我还是胖 有的人说我喝水都会胖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喝水会胖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只是你可能吃下去的东西 其实热量很高 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比如说 像一些有空热量的东西 像是精致的糖类 像点心的部分 饼干面包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手摇饮料 其实热量是非常的惊人的 饮料 对 像比如说一杯珍珠奶茶 热量就将近600大卡 相当于一整餐的热量了 对啊 1800大卡 600就三分之一了嘛 是的 所以各位观众 这个我们在坊间的饮料店很多 那个不是不能喝 潜尝即止就可以了 否则那个糖分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还有个问题请教你 现在有些人减肥啊 他就说 我就专门吃一种东西就好 比如说只吃水果 不行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当从一种食物是不够的 那如果只吃苹果的话 它虽然会变瘦 但是通常只是脱水 或者是有失掉肌肉组织 所以如果恢复正常一直很快就会负胖的 那么吴医师 我请教您 那对于一个肥胖 过度肥胖的人 那么他的糖尿病 你临床上看到 他的糖尿病 那个指数可以高到多少 指数我们一般会用这个糖化血色素 来看他过去的平均血糖 严重程度 像之前我们手术的病人 有一些糖化血色素是高达11 正常情况应该是在6以下 6%以下 11 那就是几乎一倍 对不对 各位观众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肥胖 怎么减肥 但是事实上 对于过度肥胖 有的时候你很努力 但是效果还不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段影片 陈先生后来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达到减肥的目标 6年前 身高165公分的陈泰月 体重101公斤 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值37 超过标准值24 属于重度肥胖 当时他才45岁 正值人生巅峰期 却已经有糖尿病 高血脂 呼吸中脂症候群等 因为肥胖 提早报道的慢性疾病 威胁健康 让他十分担心 我服了糖尿病跟降血脂药 近三年 有三年在服药 可是这些服药 只是控制 不要让它再恶化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 解决原来的问题 其实最主要问题 还是因为体重过重 所以引发了家族性的 这些的问题出来 为了想要减肥 过去体重超过100公斤的 陈泰月 试过很多方法 但还是瘦不下来 例如说吃减肥药 或者是一些带餐 甚至运动 不过通常在短暂的 这些的疗 这些的方式之后 会稍微瘦下来 可是很快又因为不胖 所以效果不是非常的好 后来他得知 缩胃绕道手术 可以有效减重 经过与医师讨论 与审慎评估 陈泰月决定在花莲慈禁医院 由吴伯钢医师为他进行 副腔镜 所谓绕道手术 其实大部分病人都已经自觉到 因为胖到一个程度以后 健康上产生了很多的不好的变化 评估力大于弊 简单讲就是说病人可以得到的好处 大过于他的风险 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手术 他可以快速的减重 可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 再来就是肥胖造成的一些并发症 有可能也跟着改善 最明显的就是血糖 糖尿病甚至有四成的人开完刀 是可以完全不用吃药的 我觉得这手术第一个是蛮成功的 就是让我自己的体重降低之后 一些困扰我的病症就已经解除或 甚至就改善了 术后第一年 体重从101公斤降到75公斤 虽然术后需要少量多餐 吃得慢吃软的食物 但现在它不但变瘦了 血糖值也恢复正常 不用再吃降血糖药了 混绕多年的呼吸中止症候群 也改善了 那你现在瘦了之后 可能你在工作中会比较有活力 那同时头脑可能会好一点 比较清醒会想出更好的创意 然后压力变大之后 它就会转回气态 各位观众从这段影片 我们可以知道 对于过度肥胖的人来讲 减重手术似乎是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选择 我要请教吴医师 对于陈先生 他这个除了肥胖之外 他还有糖尿病 呼吸中止症候群等等 那他的血糖的降低的幅度是怎样 陈先生他在手术之前 这个糖化血色素最高达到7.9% 那即使在药物控制的情况下 最低也就不过降到6.9% 但是在术后一到三个月 就可以控制到6%以下 而且持续超过一年 也就是说他的血糖 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 那他还有吃药吗 后来手术后三个月以后 都没有吃药 所以就不需要吃药了 对几乎就是不需要吃药 可以维持完全正常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才适合做这个减重手术呢 就是说以BMI来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把糖尿病分成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在我们手术适合的 大概是属于中重度以上 中重度以上 那如果是肥胖导致的这种糖尿病 通常在术后一到三个月血糖 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如果是轻度肥胖以下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先用药物治疗为主 我想这个各位观众很清楚了 这个在手术前还是要经过医师 好好的评估 不是说我过胖我就要来开刀 那今天你带给我们这个字卡 上面显示这个手术的方式 你可以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目前主要的一些手术术室 大概可以简单分为 未缩小手术跟未绕道手术 一般来讲这些手术都是用护腔镜 跟传统的这种剖腹的术室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腹腔镜是属于微创手术 那但是如果是做绕道的话 这个会改变食物的走向 食物就不会经过幽门跟十二指肠 直接进入小肠 那这左右两边是属于不同的两种绕道方式 基本上它的减重效果是相当的 那当然是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来讲 是绕道手术比这个缩胃手术更好 那这样的手术大概要住院几天 正常的状况 正常的状况大约五天左右 五天就可以出院了 不过我想各位观众一定很有兴趣 这不管怎么样好好的器官 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绕道的改变 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害处 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 就是说以这个物理或是流体力学上面来考量 就是说你把这个胃的体积变小了以后 它里面的压力变化会比较剧烈 所以在有一些病人疏后比较容易会产生胃酸逆流 大概是这个疏失比较常见的问题 另外未来到手术的话 因为它的食物没有经过幽门 那排空会比较快 那如果吃太快的话 它食物一下子进到小肠 会产生所谓的倾倒症候群 就是在进食后发生低血压或是低血糖 导致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这是属于不同宿世间的不同并发症 不过这个我们都会在病人 手术前就跟他讲 然后手术后也会教他怎么样去避免这样子的病发症 对不对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这个饮食习惯的重新建立 我们需要病人在手术前就非常了解 他即将面对到的这种改变 我都会跟病人比喻说 好像从婴儿重新学喝奶 喝奶喝得好才开始吃副食品 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今天一个病人是吴医师开完刀了 他这个肠胃有很大的不舒服 那在中医来讲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吗 刚才吴师有提到就是术后可能会有胃酸逆流的问题 对对对 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这种就是胃气比较不合 所以我们会从一些肠胃系统的一些 不管是针灸或是中药来处理 那胃食道逆流我们可以选这个心包经的内观学 大概手腕三个指幅 大概四公分两斤之间 这边一个穴道叫内观穴 对于这种胃食道逆流 胃酸逆流有不错的一个改善效果 云三 那对于这样手术 这个手术完的病人 他可能胃也缩小了 营养的吸收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然后而且刚刚吴医师说 一开始吃也不知道怎么吃才是正确的 你可不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建议 刚刚吴医师比喻得很好 就是从一个小baby开始 我们一开始术后一到七天 我们是用清流的饮食为主 就是补充水分 那建议一天大概是至少要1000到1500cc 就是避免脱水 那术后七到12天之后呢 我们就是用全流脂饮食 那全流脂饮食就是煮熟的食物 用果汁机 然后打成一体状的 可以直接吞咽 不需要咀嚼的 那之后呢 术后21天到30天之后 我们就是半流脂的饮食 那半流脂饮食就是像稀饭 然后搭配一些减碎的菜 豆腐这些蒸蛋做饮食 那之后术后一个月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进展到软质饮食 就是比较软的食物 就是去除掉一些油炸的 然后硬的菜梗的部分 那术后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均衡饮食了 我想各位观众 今天三位特别来宾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虽然减肥有很多的方式 手术也是一个选择 但它主要还是避免一些肥胖带来的疾病 所以如果过胖的话 我想好好的来医院请教医师 像是减重专家 营养师 来了解什么样的减肥才是最适合你的 我想今天提供您这个重要的资讯 希望对您有帮助 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